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英雄联盟改编动画给他补了最后一刀 证明了动画这种媒介的潜力 打碎了人们对动画的先入之鉴 呈现了一部几十年一遇的杰作 不管你是熟知符文之地方方面面的老油条 还是说你只是想看一部热播剧 它都会让各位观众感到不虚此心 双城之战的故事 发生在简称皮城的皮尔沃特夫 以及他的底层祖安 本片以祖安日渐发酵的冲突与动荡为中心 讲述了在艰苦的生活条件 和皮城执法者残暴的背后 祖安那些暗流涌动的故事 从一开始双城之战就很好地展现了 它那充满故事和历史的辽阔世界 它没有用长篇大论的文字介绍来轰炸观众 而是用类似老星战的讲述方式 用仰赖视觉叙述和彩蛋 来让我们感受到这片世界的广大 主要剧情聚焦于跨越了两个地点的 两条平行故事线 在皮城我们跟随杰斯和维克托的脚步 这两个科学家即将用科技驾驭魔法能量 而我们也将见证在科技高速发展之下 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在祖安的街巷 我们则会跟随孤儿姐妹魏和鲍鲍 看着他们卷入一场出了岔子的盗窃 以及一场对两座城市 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帮派战争 虽然双城之战有着许多环节 也有大量情节和世界观构建的内容 但这部动画却很少偏离它的两条主线 它确实设计了一些符文之地的重大事件 但各位没有玩过游戏的观众也不必担心 那些世界观设定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人物故事才是吸引观众 一集又一集看下去的原因 但人物显得好只是成功的一半 双城之战还有着出色的配音阵容 爱拉伯内尔将金克斯的狂暴 与内心的脆弱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每当金克斯出现在屏幕上 我都会感到既心疼又害怕 而海莉·斯坦菲尔德对魏的诠释 可以用卓越来形容 在整整九集动画里 她都可以轻松抢走风头 她那坚强的外表之下 藏着无尽的痛楚与放不下的情感包袱 各位不要因为打戏酷炫就产生误会 其实双城之战也有着非常热心的剧情 而双城之战众多精彩的动作戏 将本剧的评价从出色排高到了卓绝 可以说是自蜘蛛侠平行宇宙 上映以来最令人惊艳的动画 而这些赞誉要归功于法国动画工作室Fortage 他们有着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为这部动画赋予了喷枪绘画和油画般的质感 这种2D 3D油画质感的结合 让它有了一种重量感 使得动作戏动态十足 拳拳到肉 双城之战的故事被分成了三个篇章 虽然篇幅较长 但每一集的节奏都把握得很好 每集都有丰富的剧情和世界观介绍 也给情感激烈的时刻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双城之战排除万难 对游戏改编必出烂片的诅咒打出了致命一击 证明了电子游戏也可以高明地改编成其他媒介的作品 它有着令人幸福的角色 迷人的故事 精彩的设定和世界观的构建 还有着令人赞叹的画面 为动画聚集的可能性开辟了新的天地 相信在未来数年里 我们会把双城之战视为一部经典作品 以及一个全新的标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